歡天喜地過新年 滿漢全席 有點馋 矮嘴茅台喝不上 三胖氣得扔板磚 不好 六號導彈來了 往下說 來了來了 三胖臉要翻 大哥很難堪 先翻車後翻船 一尊整個雕豬岩 軍事專家撒鴨子 說要繞地球一圈 那是超音速導彈 我知道 導彈繞一圈 專家出海關 不列顛歇腳直奔美麗堅 超音導彈要玩線 胡統臺灣成空壇 厲害國的雙翔炮 突然啞巴吃黃蓮 研窩端 然 快人快語 天下事 京腔京韻 老北京 各位茶友 各位觀眾聽眾 大家好 歡迎光臨歡樂醒腦的 《老北京茶館》 品大碗茶 聽大實話 我是劉卓 我是李政 茶館一挂段子先行 今兒開本 咱們書接前言 董事長 接前言之前 我有一事兒先跟茶友們宣布一下 哦 小鈴鐺獨家消息 這不是眼瞅瞅就過年了嗎 對 31號除夕 1號大年初一 沒錯 華人的傳統新年 咱哪來著特殊節目 給茶友們拜年呢 來著劉卓想的周到 那您準備給我們挨個發幾個紅包啊 見錢眼開這位 聽見掏錢眼就閉上這人 受不了那刺激 說正事兒啊 給大夥盤點盤點 哥倆的過年端茶的計劃 得著重點讓他給花上了 開年第一道菜 先聽時間啊 美國西部時間星一天晚上6點 東部時間晚上9點 北京時間星期一中午1點 什麼事兒您哪說呀 哥倆將聯手 跟來自不同頻道的自媒體人 江峰、張天亮、李牧陽、江光宇 高潔、方偉、大雄、新田 還有陳東等等等等 共同相聚希望之聲電臺舉辦的 2022網絡大咖拜大年特別直播 夠熱鬧 一聽這名肯定有人現場唱歌 現場做會、現場對對的 現場表演絕活 那必須的 這是咱們華人自己的傳統新年 海外華人難得有這樣的機會和氣氛 這壓力真上來了 不成咱倆也得使進去渾身解數 準備點特殊的 那是三個鐘頭賀歲直播的 大鐘頭 主辦都已經下保障了 必須讓粉絲們 合家老小、實實灰灰、熱熱鬧鬧 感受過您的親切和真誠 千言萬語一句話 精彩多多請勿測過 咱重複一遍 直播的頻道叫希望之聲TV 咱節目置得留言裡邊第一條 就是你連結 請大家搜索訂閱一下 三十六天跟那見 行了言歸正傳 這回該書接前言了 接哪段啊 接哪段 崴腳部戰狼小趙、趙立堅那段 那甭說呀 又大放決策了肯定 決 一鏟子下去 就把北京冬奧會被奧米克戎包圍的盛況 給決出來了 說好小趙要變身蟬使官 我得先跟大伙交了個事 崴腳部戰狼最近直播都有個任務 什麼任務 國際維穩 不是維穩圍到國際上去 沒轍呀 越來越多的國家表態要發起外交抵制 所以不管是小趙、老汪、還是話的 每天必須跟官媒記者唱兩三段雙簧 唱雙簧 就被喊出那嗓子來 某某某國大人駕趙 跑堂上哪 媽您上菜啊您哪 剛幹上陳史官 這又成跑堂子上菜去了 手洗沒洗 27號這天 小趙面對頭條消息、頭條問題 來自央視大褲衩 不定彩排多少回了 大褲衩記者站起來就開始備台詞 北京冬奧會倒計時一周之際 冬奧村今天正式開村 巴拉巴拉發言人對此有何評論呢 這不沒話找話嗎 小趙都準備好好幾肚子廢話來了 廢話還真不少 小趙就說 冬奧腳步越來越近 世界支持七代冬奧的熱情也越來越高漲 等會小趙 世界支持七代冬奧會熱情高漲 我怎麼沒看出來 我覺得似乎戴個旗 好像外交抵制的呼聲有點越來越高漲了 閉嘴 沒讓你提問不許打亂課堂紀律 嗨又把四口當小一老師了 再說了 我們說那世界 跟你們這些反華分子說的世界 不是一世界 啊 難不成你已經進入這平行世界了 平行世界 還元宇宙呢 那什麼世界 什麼世界 這不能說 怎麼弄個世界還遮遮掩掩掩呢 廢話 我們說這世界是我化解的別名 遮遮掩掩掩不遮掩掩能行嗎 合著鬧半天這話大媽 這歡天喜地期盼奧運的 正然 真發補助 嗨 只要別額外鼓得出余情來加班 我們仨都歡天喜地 瞧瞧沒有 又是一砸情坑爹這大會 行了請前列線發言人繼續往下說吧 說什麼呢 還有七天 北京冬奧會的主火劇 就要把鳥巢點燃來 不是點燃啊 不是主火劇就要再鳥巢點燃了 嚇我一跳 我當鳥巢不要了 還要 把鳥巢點著那得火成什麼樣呢 紅頭半天天啊肯定是 注意聽後邊吧 說吧 火劇點燃之後 北京將成為首個雙澳之城 等會兒啊 雙澳之城沒發燒吧 這麼敏感的大詞 你應該往外這麼拽呀 啊我大聲說出來了嗎 還沒說錯話 您都把這雙澳這倆字都扔出來了 甭你提醒 我後部梗子那是電子小石頭 正猛砸頸椎呢 什麼電子小石頭還有這機關 給您有所不知啊 真不知道 我們每位戰狼值班的時候 後部梗子局部地區都佩戴了一款 微震動電動錘子 我暈 這是什麼玩意兒 這是監聽人發指令的機關 啊 一旦我們嘴上沒把門的 出現嚴重重大政治導向錯誤 那邊立馬就按按鈕 電動錘子就開始砸了 哎呀呀呀呀聽點砸 留神把那頸椎砸錯位了啊 誰讓我說出雙澳之城這四個字來了呢 這不找病嗎 多敏感一高級黑的詞啊 主要我大腦最近更新有點慢 跟你講啊 這詞其實原來不敏感 是我黨宣傳口發明 專門給黨臉上貼金的一廣告語 廣告語什麼意思啊 什麼意思 碰詞呗 意思就是說 北京同時舉辦過夏季奧運會 冬季奧運會 孤爾約雙澳之城 把08年奧運會這舊賬子翻出來了 您說這勁兒寸的 費這麼大勁 被奧密克戎一下給繳了 不是你不明白 世界變化狂 這誰呀 您就說吧 一年前誰知道 變種病毒從習改姓奧啊 那沒轍呀 這叫人算不如天算呀 你想躲習近平那姓 那行咱找雙澳之城說話 奧運奧米克戎之城 要倒楣喝涼水都塞牙 現在那盲刁民包括外國刁民 全跟著一口一個雙澳之城 這叫飛騎一腳踢人 硬力過猛把甲肢給甩丟了 讓野狗叼了去 以為是火腿呢 急火 行了還回到咱們記者會現場吧 對趕緊接著回答問題 回答什麼呀 後邊的問題 我準備的標準答案 也麻煩也容易驚動槌子 啊 聽著啊 聽著啊 從2008年到2022年 怎麼了 北京歡迎你熱情未變 我們北京見 誠意依然 麻煩了 北京見聽著就像打群架 前上那句歌詞 北京歡迎你更麻煩 網友給對立下臉 到這裡來隔離 好聽 怎麼唱的 北京歡迎你 到這裡來隔離 口罩放艙核酸檢測必須低 得意唱不行啊 這麼說呀 小趙這後撥梗子 甭要了 趕緊換下一個問題吧 跟小趙想法一樣 集中生智啊 小趙立馬就來臨 謝謝 直接送客 騎火 叫怎麼說呢 不怕沒好事就怕沒好人 衝出了一韓聯社記者 天堡 韓聯社天什麼堵啊 天什麼堵這麼問的 據報導 今天上午朝鮮又發射了不明飛行物 這是朝方今年第六回射擊導彈 中方對此有何評論呢 您說第六回 這班冬奧會開幕還一禮拜 那邊開始光光徵導彈 就是啊 也不知道誰這麼缺德 給武器起的名叫導彈 您說這三胖能不導彈嗎 願不著起名的 我反正也騎著怪了 一尊不是剛剛給那三胖鋁魚火車 裝滿了一大堆年貨嗎 這怎麼還跟那發射呀 那誰知道了 那胖子估計是嫌少 明白了 上回那慶紅皇上來氣了 說給三胖裝什麼假煙假酒 估計人家三胖給識破了 毒奶粉的事兒可能是 八成是 三胖小胖手一拍胖腦袋 恍然大明白呀 我說我這腦子這麼大呢 核說我是細胞他們家那毒奶粉的受害者 完被人家毒奶粉受害那孩子找家裡邊 你說這事兒還真到麻煩 你說我怎麼回答吧 我只能硬著頭皮說呀 中方注意到了金三胖導彈的有關報導 三胖導彈 金正恩同志試射導彈的有關報導 你看看這實話老往還出來了 這後胖梗子危險呀 那您說這具體情況 至於具體詳情誰也搞不清楚 也是天祖哪要提前通知您呢 我們希望有關各方着眼穩定大局 六文給詳起來了 謹言慎行 謹言慎 這怎麼了 這是這是 不對 後不梗子 啪啪又挨了一錘子 啊這謹言慎行這詞也不行 不行 監聽的傳話呢 這句話裡頭夾帶著不知道哪裡來的傲慢與偏見 完 今兒是戰狼部部長王毅負責監聽 真讓你猜對呀 是吧 王毅後來教訓我了 怎麼說 要求對方謹言慎行這句話 對世界最強80後 宇宙無敵大將軍 對 對他老人家有非常明顯的威脅、警告、教訓的意味 翻譯成北朝鮮土話 知道什麼嗎 就是你給我放聰明點 別給你大哥搗亂的意思 這等於告訴三胖了 你騎的哥是惹不起的惹翻了是不好辦的 問題就出在這 實際情況是什麼呢 猴吃蠻花蠻擰 因為三胖是惹不起的 惹翻了是不好辦的 雲菜徹底反過了 萬一胖子心情不好 一激動 直接把第七顆導彈扔鳥巢開幕式上來 那咱們這盤黃花菜就徹底得涼 他聽的您甭說 這不是翅膀撐的嗎 我們不說 韓聯社記者真問 對有人問 對呀 再說了 說也沒不是 哎呀沒壞處 三胖是聽不見 那九才能聽見呢 至少小粉紅能激動兩天 鬧半天還是說給看新聞聯播傻樂的餃子聽的 別打岔啊 我要繼續回答問題 要堅持對話協商 推進問題解決 實在解決不了 怎麼著怎麼著吧 啊要破罐破帥 沒轍 誰讓那胖子耍無賴呢 死纏爛打沒完沒了 真的 您說這事真夠青鴻皇上喝一壺了 這邊一車皮一車皮那年貨 蒙往鴨綠江那邊送 那邊一顆一顆導彈 玩命瞄準的冬奧會 看過前面這幾天 可見光光往外扔 要怎麼說 崴腳步這活沒法幹了呢 說多了不行 說少了不行 說輕了不行 說重了不行 這還真是 昨天小趙批美國撤離那事 就差點捅了樓子 往正上一頭引導 他也沒成功 什麼沒成功 效果還可以 最起碼走的走了 沒走的也知道 我黨要開始嚴管了 那知道的怎麼著 怎麼著 好處太大了 外國外交人員裡頭 多一半如攤子呀 一天到晚弄破手機 滿北京溜達 到處學們有什麼辱華的好人好事 好人好事 不辱華的壞人壞事 除了你黨出壞人壞事 上哪找壞人壞事 留神打臉啊 我這就給你上一段壞人壞事的視頻 你看看刁民已經囂張到了什麼程度 什麼社會制度好啊 那當然是民主社會制度好了啊 獨裁社會制度多操擔啊 說死人就死人 說抓人就抓人啊 那麼全世界都應該知道了啊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些事啊 人類五千年的文明東西方都在推翻獨裁 而我們這個國家還在獨裁 我們到底是聰明還是傻逼 哎呦喂 這北京人大有希望啊 必須點贊啊 精爺威武這個 他那叫威武啊 他那叫挑戰黨的紅線 這人目前在哪 已經不好說了 不就黑監獄嗎 你們就會玩陰招 暗箱操作 明的也玩外媒報了 我黨黨衛軍已經接管北京奧運重地 場地全接管了 武警進入地鐵 北京滿大街全紅胳膊站崗的 草木皆兵了 你看參賽選手世事大會那氣勢 不嚇死外國探子 至少嚇晕幾個 豁勒楚國 衝衝衝 不服人民 丁丁丁 暴打領袖 豁出去 永生第一 不認從 跟著總書記一起相會來 真完了 暴打領袖豁出去 這麼高階黑的話 都敢當口號跟那喊 只要老習愛聽 喊呗 坑越挖越大 他調完去 我們正好為官 您還為官啊 都明說了 跟著總書記一起向未來 跟著他走 他掉坑裡邊 你們能在上班 實在沒轍 同估於盡也成 省了跟著包子遭這份洋醉 確實遭醉 那不說別的 奧米克戎現在越來越活躍 就受不了 就是啊 你聽說了吧 新聞報了 24號這天 北京警衛中心說了 北京本土病例激增了武力 是前一天的1.5倍 什麼豐台、房山、大興、朝陽 全都有了 最新消息 奧米克戎已經去哪了 西城區了 小四個我看了 俏皮畫都編出來了 測核酸的一張嘴 大夫就問 你豐台的 那回答 對 您怎麼知道的 怎麼知道的 嘴裡頭都捅出剪子來了 嗨他就這麼誇張嗎 你這個 檢測的變數忒多呀 這不是純粹折騰人嗎 換我是美國人 我也得跑我 不辦真不行 奧米克戎已經攻入西城了呀 沒錯我看報導了 離中南海越來越近了 烏鴉嘴 烏鴉嘴 您不可以拐彎說呀 怎麼說呢 怎麼說 奧米克戎的看齊意識越來越強 目前正在緩慢接近目標 中南海七個條早頭 紛紛舉手要求集體上廁所 這點出息 尿急是不是 紙尿庫 斷貨 對不起 嗚著吧 嗚嗚著這麼殘忍 殘忍點 老席頭苦日子 跟後邊的多著呢 什麼意思又遇上什麼事了 這回呀 真有喪事 真死人了 死人倒沒死 還不如死了呢 什麼意思 怎麼還盼人家死 這是 這人活著 對黨國威脅推大呀 整個武統的計劃 全因為他泡湯 啊您說什麼呢這怎麼又扯武統那邊去了 一句兩句說不清楚 這樣吧 我給你上個三句話的要點吧 說吧 第一句啊 才三十多歲 正當年滿腦子我黨最尖端武器的技術資料 軍工高科大拿 跑了 明白了說的是火箭專家叛逃那事 第二句 這人目前跟英國軍情六處、美國中情局 密切合作了好幾個月了 黨那點獨門武器技術 現在分分鐘被破解和追趕 行了差不多了 各位想聽詳細的 上我們那臘文串梢裡邊厚著下 我給大夥穿一段 第三句 也是讓老席頭最睡不了覺那句 這人根本不反共 也沒什麼追求 就是嫌黨給他待遇不夠 就跟黨玩同歸於盡 你就說 黨在國庫空虛、狼奪、肉少這種情況下 將來得有多少人挺而走險 皇上這中國夢 這不眼瞅要碎碎平安嗎 晚養虎為患、養狼為患 這回到了收穫季節了 問題是 這人現在在美國 不管是拜振華那幫 還是川建國那幫 全跟那搖旗吶喊反共反共 這人一到那發揮作用 還有包子掀鍋蓋的機會嗎 啊 這不把蓬胖子熱得直接躺地下呀 那不會 蓬佩奧哪有功夫躺地下 人家一天到晚呼籲抵制那冬奧會呢 說這事兒 周二這天也就是25號 美國前國庭蓬佩奧在推特上發出一呼籲 號稱全球國家抵制北京冬奧會 玩這套 蓬青在推特上說了 上個禮拜北京冬奧會作委會向世界發出警告 告訴說來訪的運動員如果發表違反中國國家安全法的言論 將受到懲罰 那沒轍 我們是國安第一呀 想山巔的人推多 蓬青就說了 全世界應該團結起來反對抵制北京冬奧會 一天不反共 渾身似向 21號那天 他跟這拉警報 我都已經強烈譴責他了 他沒聽見 21號他說什麼了 說什麼了 也是推推推 中共監控運動員的健康程序存在重大安全漏洞 中共會尋找任何機會收集信息 明白老蓬以前是幹中情局的 這事兒瞞不了的 所以他瞎張上了 所有參賽運動員 必須了解前往北京的巨大風險 誰讓你黨專門偷窥人家個人資料呢 媒體媒體線他不得不防啊 鬧得歡、辣青蛋 您看看蓬胖子現在瘦的 不反共他能瘦成這樣 抱歉啊小趙 您啊這又踢鐵板上了 人家那是減肥成功 意識力堅強的體現 減肥 他減肥幹嘛 不會是專門為了反共吧 那你得問彭琴本人了 不過問那個余茂春教授的野性 他們倆老聯繫啊 給我替台詞 想讓我說廣告語是不是 什麼意思 小趙怎麼開始說胡話了 誰小趙啊 演戲結束 咱們得跟大伙預報週末人物了 小趙下班了 那趕緊跟我們預報 來啊 本週五也就是28號 週末人物將推出余茂春第二集 反共之錦囊妙計 歡迎大家準時收看 我再預告一下 余茂春之後 余茂春的反共搭檔麥克蓬佩奧 也將準時登場 茶友們 跟彭胖子一塊兒 減肥吧 過年還想吃點好的 您這就讓我減肥 好嘞 送人好茶手有餘香 歡迎您訂閱分享 老品茶館 下回節目再見 再見 牛去古來又一年 在1月30號星期天美西晚6點 觀看我們的特別新年節目 今天就記得訂閱油管頻道 希望之聲TV 星期天見囉